我们就是那个筷子 撬动地球的筷子 美国 欧洲 俄罗斯 中共国 就是那个球 我们就是那个筷子 就这个筷子 他们能对我们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唯一的办法 你就不要恐惧 就是战斗 跟着七个爆料革命 中国人多么的勇敢 我觉得比任何民俗 比任何群体都团结 我们证明给世界看 中国人和共产党两回事 是敌我矛盾 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它不配代表 我同时现在成为了 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通过爆料革命 唤醒了全世界 知道了共产党不代表中国 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 包括台湾和香港 爆料革命 现在已经在美国 在西方 清楚的把中国人和共产党 发送过来 各种成千上万份的报告 给他们写过去 中国人 绝对不接受共产党 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 上海帮 说你不得不佩服郭文贵 和爆料革命 他们这次把中国人和中国 还有这个在海外防止种族歧视 种族屠杀 种族事件 就是这一票干太漂亮了 这绝对是记载历史的 新中国联邦 绝对不是美国人的威胁 中国人绝对不是美国的威胁 让美国人知道共产党是世界的威胁 必须让世界人民知道 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 中国人长得不是他那样 长得像我这样 像我们战友那样 现在西方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非常清楚地分开了 随着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和无数个战友的努力 会让更多的世界人知道 海外的华人 不能被中国共产党代表 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 中国人不被共产党代表 保护海外华人的安全 避免减少海外的排华 我们已经做了最多的工作 我相信 咱们最终能拯救 所有全世界的华人 在哈德森研究所搞的 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这都是咱爆料革命的口号 是吧 是咱们做的 爆料革命最重要的第一个 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分开 避免了在世界上的 像印尼大样的排华杀人 第二个就让西方永远不要 跟共产党的站在一起 帮助他们害中国人 最后害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在华盛顿 在美国 在欧洲 很多人已经醒来 中国人民是可信可爱的 可敬的 但中国共产党是必须要除掉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消灭中国共产党 实际美国现在还没搞清楚 干掉中国共产党 就那百十号人 中国人民得解放 美国人民得解放 世界人民有和平 世界人民有自由 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所以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郭文贵和战友们 就是美国和人类上必须喝的水 必须吃的饭 必须呼吸的空气 结果是什么呢 你呼吸完了 你吃饭了 你喝水了 你必须排除大便和尿 那就是共产党 它是个自然规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